同学们好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做一个练习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黑板上面 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五线谱当中的一切知识 但是在我们的指台当中 有可能就是会接触到五线谱 很有可能的 因为曲谱它是各式各样的 不一定全是六线谱 它有可能是五线谱和六线谱 一起写到一个曲谱上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一个五线谱当中 我们就是一个五线的音符 我们叫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 看一下 这个怎么去看 和我们六线谱上面的四分音符 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形状的区别 一个十星圆点 然后加一个这样的一个线 我们叫做四分音符 看一下 四分音符 那么同样的也是一秒钟这么长 一秒钟这么长的一个长度 好 那么像这种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八分音符 看一下 八分音符的话 我们这里有条横线 看到没有 有条横线 对不对 你看一下 这里多了一个横线 看到没有 两个八分音符 一二 这里是一二 写法不一样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这是一个四分音符 两个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我们只谈二分之一秒钟 对不对 二分之一秒钟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十六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我们有两条横线 有两条 两条横线 那么十六分音符的十字长度 我们就是四分之一秒钟 要快很多 要快很多 那么我给大家 我还有一个全音符 全音符 我们是四秒钟 四秒钟 非常的长 非常的长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几个所用到的 就是一个八分音符 和一个全音符 八分音符 全音符 那么我为什么 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几个我们讲的 曲谱上面 它的五线谱和六线谱 是对应起来看的 咱们不会看五线谱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音 没关系 那么我们只需要 对应着五线谱和六线谱 五线谱对应着六线谱 下面的那个音 我们知道是 按的吉他上的哪个地方 它已经标示出来了 按的吉他上的哪个地方 然后我们把它的 如果说是标的是四分音符 你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就谈一秒钟 对吧 如果说标的是一个八分音符 长得这么一个长度 我们就谈二分之一秒钟 大家对应起来看 六线谱上面 它是没有写音符实词的 和我们之前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那个Dora,Mepha,Solo,Cito 还有前面那些小星星练习曲 这些 它没有写音符实词长度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是用五线谱上的音值实词长度 来表示的六线谱上的音值实词长度 所以大家要对应起来看 你只需要它支付它是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然后对应 下面就是六线谱的词法给你标出来了 那么对照着看就行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小节 上面我们写的是一个五线谱 下面我们写的是一个什么 写的是一个六线谱 那么首先我们对应起来看一下 第一拍 我们这里是四四拍的 四四拍 以四分音符为拍 每一小节四拍 每一小节四拍 那么四分音符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什么 你看一下下面一个 有一个这个符号 看到没有 有一个这个东西对应下来 我们就弹第五弦控弦 看到没有 就这个音 第五弦控弦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二品的 第二品的第三弦 我们这里用中指来按 然后还有一个二品的第二弦 用无名指来按 好 那么一品的 一弦的控弦 好 那么弹一下 连起来就是 五三二一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前面的 这个小节 全是四分音符 弹慢一点 好 那么这就是四拍 以四分音符为拍 我们就是以这个 四分音符为拍 每一小节 一二三四 我们有四拍 这个很容易理解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地方 你再看一下 五线谱 它上面当中 写了一个和弦 有个A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包括我们整个 整个这一页 它上面有一些和弦 A和弦 C和弦 还有D和弦 E和弦 它上面有指法标注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 A和弦的一个指法造型 我们只是把这个中 把这个食指给它省阅了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食指 也一起按下去 也一起按下去 就代表它是一个和弦 一起按下去 那么弹 五三二一 然后下面这个TIMA 代表就是右手的指法 T就是表示的我们的大拇指 I是我们的食指 M我们是中指 A我们是无名指 好 然后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C C就是小拇指 TIMA C 那么这里我们只用到 TIMA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来看 这样来看 一对应下来 看它的音符十字长度 六线谱表现的就是一个指法 然后五线谱表现的 它是音符十字长度 全是四分一符 这个地方 弹慢一点 一二三四 一二 第二个小节 好 然后第二个弦弹完了之后 我们弹第三个小节 这个地方我们要换和弦了 换和弦 换什么和弦 换成C和弦 C和弦 这个地方 C和弦我们知道是这样按的 对不对 这样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直接弹一下 弹三平的第五弦 然后三弦空弦 然后一平的第二弦 一弦空弦 对不对 五三二一 五三二一 对吧 这又是两个小节 然后在第五个小节 这是一个D和弦 D和弦 我们之前好像没有接触过 对不对 那么这个D和弦和A和弦 我们都没接触过 那把这两个和弦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 D和弦 我们是 十指按住第二瓶的第三弦 中指按住 无名指按住 第三瓶第二弦 中指按住 第二瓶的第一弦 我们弹什么 弹四三二一 四三二一 好了 那么前面的六个小节 我们把它连起来弹一下 五三二一 弹慢一点 因为是四分音符 一秒钟这么长 一个音符 只有一秒钟 然后D弹慢一点 当然你可以按好了之后再弹 然后第七个小节 按好了之后你再弹吧 慢慢来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慢慢来弹 好了 那么就是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那么这八个小节 最后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这个东西 全音符 看得到 它有一个连音符号 连音符号 这样子画了一杠 你看一下他们 上面的一个 五线谱上面有一个这个符号 那么代表的意思就是一个连音符号 连音符号 连接 连接就是两个相同的 我们只弹前面的一个音符 就是弹这个样子 弹这个音符 这个音符就是四分音符 然后再连接这个 连接这个 那么只弹这一个后面全音符就延长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 一二三四 就把它延长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部分 就是第二一个小段 那么这里可以稍微停一下 弹完这个你可以停一下 最后一个一弦停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 好 那么这个地方上面标注的是一个E和弦 那么大家把这个E和弦给按住 按住之后 我们就开始弹 六 三 二 一 对不对 你看一下这两个手指它没有用到 对不对 这两个手指没有用到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你不用按吧 你不按 你不按也可以 但是我建议大家 还是按一下 按一下 毕竟它是一个和弦 毕竟它是一个和弦 按一下 在有些地方你可以省略 但是有些地方你又不能省略 但是养清一个好的习惯 我们就不省略 不省略 这样是E和弦 继续弹 对吧 弹两个小节 然后再换 又换C了 又换C 又换C 很慢的 很慢的 大家把音弹扎实 两个小节 好 然后再来A和弦 又弹两个小节 大家不用去背 不用去记 看着曲谱 能把它马上弹下来就可以了 这里相当于我们是在练 是吧 视咒 就是看着曲谱 马上就是弹 这个对以后我们 即行弹奏也比较有好处 然后再来个E 很简单的 对不对 你右手完全弦空弹都可以 我们说过 你可以做个预备姿势 然后再这样弹 对不对 一个一个来 然后再放回去 然后再做预备姿势 然后再弹 或者是你弦空弹 就不做预备姿势了 直接弦空 手指完全弦空 对吧 OK 那么看一下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看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诠释 是吧 八分音符了 八分音符 那么同样的 上面有写了一个和弦 八分音符按住A和弦来弹 要稍微快点了 要快一倍 我们八分音符说过 是1分之1秒钟 2分之1秒钟 那么就要稍微快点了 对不对 这个造型 这个速度 然后再换C 好 那么大家如果说换和弦换不过来的话 同样的 我跟你说过 换和弦 如果你换不过来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和弦按好了之后 你再去弹 单开始初学的时候都可以这样的 按好了之后再去弹 就算你弹不响 比如说你弹这样 弹不响 对不对 没关系 没关系 继续弹 或者说你加一个变调加 加一个变调加 加在第二屏这个位置 然后这样子 然后这里 这里就是这个地方了 就这样 这样弹 这里我忘了加变调加了 忘了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地方 大家自己去加一下 自己去加一下 那么加了变调加 可能就稍微好弹一点 好 那么这里我没有加 那么没关系 弹不响 没关系 继续弹 不要停 第三部分 好 马上换C了 然后C 我们把C换上 然后再 好 鹤 三 二 一 五 五 三 二 一 这样子 对不对 弹四个五三二一 对吧 对吧 啊 这里要弹快一点 对吧 要弹快一点 review D和弦 弹快点 D和弦我们弹四下 弹四个四三二一 然后再换A 再来一个五三二一 弹四个五三二一 好 那么这就是第三部分 那么看一下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 然后再换C 大家跟着我的 跟着我的那个步伐 不要看错了 然后再A 然后再换E 好 那么这就是前面 一二三四个部分 前面第一二三四个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速度的演示 速度的演示 然后就是一个A和弦 D和弦 还有E和弦 我之前都没有学过的 E和弦 是这样按的 看到没有 无中指 无名指 实指 对吧 上面有那个标法 中指按住 第二平的第五弦 无名指按住 第二平的第四弦 实指按住 第一平的第三弦 E和弦 好 那么看一下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这个地方 执法就有所变化了 右手执法就有点变化了 不再是什么四三二一 五三二一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 同样的 我们是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部分 five five 对不对 大拇指变了 五三二一 然后踏完就变成六三二一了 五三二一 六三二一 五三二一 六三二一 然后C 五三二一 四三二一 看到没有 有所变化了 大拇指变了 大拇指其实就是我们的根音的 我们的根音变化了 好 然后换D 对吧 看着来 稍微速度可以稍微放快点 因为这是八分音符 再来个A OK 那么这是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的一个大拇指根音变化 这个地方把它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 和弦转换 和弦转换这个的话换不过来 我说过 你可以把和弦先按上去 然后再弹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当然就是你换得过来是最好的 和弦转换 我们跟大家说过 右手先弹了一个 左手我们就先按了一个 第六部分 Six 第六部分 那么这个地方 同样的大拇指更有变化了 变化了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不再是什么 五三二一 四三二一 五三二一 六三二一了 那么这种变成什么了 我们看一下 同样的是八分音符 来 对不对 第一个小节 第六部分 Six 看一下 第三页了 这是第一个小节 然后第二个小节也是一样的 好 好 然后再来C 五三 六 二 四 一 五三 五三 六 二 四 一 三 大家不要去记 不要去记 看着弹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D和弦 它这里面标明 D和弦 好 然后A 一回到A了 好 停一下 停顿一下 那么这是第六部分 第六部分 这个样子 那么大家有可能 就是我们在初学子弹的时候 有可能会弹成这个样子 比如说它本来是按和弦的 结果它不按和弦 它这样 一个手指完全操作完了 那么像这种的话 大家一定要改过来 只弹不能跟这样子 不能跟一个手指全部弹完了 只弹的话 我们是需要编配指法的 它这里直接给你写 写了指法了 就是一个A和弦的造型 一个指法 所以说大家就不用自己去写 自己去编了 好 包括什么 其实我们弹的那些C 也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直接按C就行了 这里给你提示就方便得多 我们看一下第七部分 第七部分 按住A和弦 同样的 这个地方指法也有变化 5 3 1 2 6 1 2 1 1 1 2 1 3 2 1 1 2 3 6 3 2 3 2 2 1 2 2 3 2 2 3 2 3 2 3 3 2 3 4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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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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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